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穿着各式婚纱的人偶模特 而且一个人也没有 此时店长出现 店长的妆容精致而又诡异 他示意小白随便看看 小白摸着一件件美丽的婚纱 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拿出电脑打开婚纱店的网址 把事先看中的婚纱给店长看 店长却说这两款是贵宾区的婚纱 不对普通客户开放 不过今天是他任职三年的日子 也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所以破格对他开放 两人穿过诡异的走廊来到贵宾区 小白第一眼就被中间的婚纱吸引了 他仿佛有魔力一般 小白爱不释手 想试穿这件婚纱 但是不巧 店长却说婚纱已经被人预定了 让小白试试另一条 临走前 店长又特意嘱咐他 千万不要碰那件被预定的婚纱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 小白试了一件又一件 总觉得不满意 看着那件绝美的婚纱 小白很不甘心 他不顾店长的定住 穿上了这件让他心心念念的婚纱 如梦广般华丽变身 看着镜重的自己 他被自己迷住了 恍顾间 他看到自己穿着这件婚纱 童男友不如婚姻的殿堂 他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中 突然钟声响起 小白瞬间回神 他看了眼时间 已经九点了 他想换下衣服离开 可是衣服却不见了 沙发上只有一套店长的衣服 没办法 先换上再说 他快不离开贵宾室 回到大厅 此时 他已经变成店长的样子 空荡荡的大厅 一个人也没有 店长仿佛消失了般 手机也没有信号 小白彻底慌了 他想赶紧离开这里 可门却被锁上了 怎么也打不开 他绝望地敲打着门 此时 他发现自己的手臂上 多了一个红色的花形印记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低头看向胸前 名牌上 赫然是自己的名字 他想到 店长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纹身 他回想起店长的话 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他打开婚纱店的网址 顾客的入口 他已经进不去了 于是试探地点进了店长入口 首页 有一封给他的信 信上说 他已经成为这家店的第57人店长 任职三年 三年后 会有新的店长来接替他 如果违反店规 他的人生将会彻底改变 可自己还有三个月就结婚了 怎么等得了三年呢 小白尝试了各种办法 都逃不出去 转眼 十天过去了 离婚礼还有90天 他彻底绝望了 突然 他想到了一个绝妙办法 就是找一个替罪羊 于是 他通过网站 发布了一条全场电庆 所有婚纱半价的动态 随后焦急地等待着 离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 小白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在98天 网上突然有了回复消息 一位叫小美的顾客 发来预约消息 隔天 小美如冤而至 小白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直接把小美带进贵宾室 果然 一进贵宾室 小美就被中间的婚纱吸引 小白不断地怂恿她去试试 这么美的婚纱 应该没有人会不心动吧 小白激动地被她穿上婚纱 并默默地退了出去 果然 她胸牌上的名字消失了 她终于获得了自由 突然 有人拉住了她 亲密地叫着小美 小白彻底梦了 她突然想起那条警告 违反定规 她的人生将会彻底改变 而她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百年婚纱店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